大家好 我是Peki Sensei 天氣凍凍肥 當然是最好吃的燒肉 今天Sensei來到這間中上環的 專食稀有過位的燒肉店 聽說這間店是東京過來的 口鼻也不錯 一起進去試試吧 燒肉 日文就是 就是把肉放在火上燒 再加調味和醬汁 造成非常邪惡的料理 這裡吃的燒肉 就不是我們平時吃的 牛舌 而是吃黑毛和牛的 這裡吃肉通常都叫做 如果吃過覺得好吃 所以再翻炒的話 隨時都可以單喊 再多喊幾碟 說到和牛 通常都分成赤身和雙鋼 赤身就叫做 雙鋼 就叫做 其實赤身 雙鋼 只不過是相對 肉多一點 肉味特別 香濃特別 好吃 吃肉之前 當然要吃多點菜 對吧 上面有很多果仁 說到有些腰果 核桃加腰果 再加上核桃油 調味而成 真的很香 核桃味 平時的椰子 就是要熱的 對吧 這隻是他們這裡 自家製的椰子醬汁 上碟之前 就馬上用野菜拌勻 所以吃起來爽口很多 我開了位了 燒肉來了 快點 是 這隻叫做 很軟 這個肉其實都是三斤的位置 所以特別滑 然後2號是西蘭扒 你看它油脂分布超平均 六二島的A5西蘭有多好吃 一起來試試 每邊燒15秒 然後配上蒜蓉加醬汁 就很好吃 1 2 零零射射令你感覺到日口即化的美妙 你明白嗎 接下來這個部位就厲害了 這個叫做Misujiburian 你現在看到它在滴油 是不是很厲害 它其實是三斤對上少少的 就是牛的手腕的位置 你看到它的油脂很旺盛 因為夠厚身 而且它是屬於赤身的部位 所以它的肉味比較濃 是很甜的 讓我先試一下 開動 喜歡吃肉的鮮甜味的朋友 一定要試這個 很滿足 吃肉又怎可以不吃白飯呢 是不是 在日本的燒肉店 叫白飯不是叫高鹹 通常客飯他們都喜歡叫Laisu 讓我先叫一本靚仔Laisu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肉原本還沒切的時候 中間有上、中、下三條筋 是這個拜拜肉 你都想到拜拜肉有多肥膩 這些油花這麼頂盛的位置 就一定是入口即溶 所以每邊燒三秒 很平手 快點放進口 OK 這個呢 點芝麻醬吃就非常美味了 いただきます 每一塊都是軟滑和香濃的油味 燒肉一定是跟帥哥吃 好 接下來呢 這個部位都是醬燒的 這個呢 叫做大三角 日文是大三角 大三角 因為它還沒切的時候 真是一塊很大的三角形 它呢 油脂分布 你看到啦 非常平均 但是呢 它依然肉味都不少 所以呢 這麼平均的油脂 兼有肉味 真的很難得 好 這個肉呢 叫做 是 糖生紙 你看得多都知道 這是辣椒的意思 因為呢 它還沒切之前 那個形狀呢 好像小辣椒 它是一個近著 這個關節位的手臂肉 來的 偏硬一點 所以呢 這裡就做了一個薄切 OK 燒完之後呢 我們就放進這個鑑魚湯裡面 點一點 立刻拿來吃 然後順手呢 喝一口鑑魚湯 清一清 嘴巴再來 噢 粗糧 這個相對油脂比較少 但是呢 肉味真的很濃 而且加上鑑魚湯呢 好香 嗯 全精牛 最珍貴的位置就是這個了 加上呢 這個北海道的海膽 嘩 嫩滑到沒得頂 真的 它海膽甜呢 加上牛肉那種鮮甜味 兩種甜 兩種層次 好邪惡 忍不住要弄一口飯 這一味呢 就不是在我的 Omakase Seto裡面的 但是怎樣都要點一點 這個呢 叫做木村燒 Kimura Yaki 為什麼叫木村燒呢 因為這裡的前店長 木村先生呢 發明這道菜的 好多醬 我不客氣了 嘩嘩嘩 這個 杯子 又是時候回去上堂 兼要一邊做運動 真的不行了 好 下次再和大家一起去找個 香港還有什麼好東西吃 下次再見 好多年 好多年